好主播帶你來關心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在7年前 為了一塊9.5公頃的農地 要編稱成工地使用 捲入了弊案 當時行賄的是有前台座高層楊兆林 今天楊兆林最新的司法進度就是 他第三次被傳喚要來開羈押亭 不過為什麼他這次會被傳喚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 隨著鄭文燦被羈押之後 檢方有掌握到更多的市政 而其中呢高等法院發現了 桃園地方法院 第二次給出羈押的原因呢 發現原來檢方當時 第二次羈押亭的時候 根本沒有被傳喚 也沒有到場聽聽 這也讓檢方沒有在 沒有辦法在第二次羈押亭的時候 陳述他們所搜集到的證據 因此高等法院是認為 桃園地方法院 他們在程序上確實有瑕疵 才會把全案發回到第三次的羈押亭 而剛剛楊兆林最新的羈押結果 也出來了 他維持原裁定 同樣以一千萬元來交保 不過為什麼這一次 同樣會被交保呢 目前桃園地方法院 還在擬新聞稿當中 目前已經得知到最近消息是 桃園地檢署同樣不滿 楊兆林被交保 所以呢現在還在擬抗告狀 那麼全案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鄭文燦她當時有收了 土地業者五百萬元 雖然說鄭文燦有把這一個錢還了回去 但是呢 檢方發現她手上的新事證呢 鄭文燦一次有串貢的嫌疑 因此全案現在呢 好像相關人等都被羈押了 但是風波還在持續延燒 以上相最先意再把金桃交換棚內 到底誰泄密 誰是內鬼 七年前 資訊 怎麼樣流出去的 七年以後 為什麼相同的戲碼 又再度上演 令委黃國昌酸溜溜的說 鄭文燦真是神通廣大 原來早在第一次應訊之前 就已經知道檢調的偵辦內容 還能把答辯方向準備好 從地方到中央 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清廉 情政 愛鄉土 證實一場騙局 最大的笑話 夜路走多終欲軌 在民進黨的所謂 弊案黑箱之下 這個弊案蓋牌之下 那基本上是非常囂張哼著走 藍白口徑一致 要求法務部應該徹查 到底是誰泄密 因為陶檢指出 鄭文燦在7月5號應訊之前 用LINE傳訊息給祕書施彥廷 兩人擬妥答辯方向 而這位祕書曾經擔任過 太陽花決策小組 之後鄭文燦才選桃園市長 加入競選團隊 當選之後就進入市府 擔任機要祕書 2016年升任市長是副主任 之後鄭文燦也特別把 施彥廷帶進行政院 擔任副院長辦公室主任 後來鄭文燦任職 海基會董事長之後 也獲聘為參試 施彥廷一路跟著 鄭文燦超過10年 可以說是重要心腹 根據了解 鄭文燦收押之後 施彥廷就沒進 海基會辦公室 施彥廷本來就是鄭文燦很信任的一個媳婦 而他在鄭文燦身邊的表現就是很靈活 然後也有一些創意 守口如瓶 然後反應很靈敏 不算是這種重大的事件 他也是相當信任他的這個左右手 鄭文燦遭收押的關鍵之一 就在跟秘書傳訊息 逆妥答辯方向 各界景丁到底是誰走漏消息 背後還有多少爭議 沒有曝光 東森新聞劉維成 柯健如葉廷在台北報導 鄭文燦第三度走進桃園地院 但這回大概連自己都沒算到 會是走路進來搭球車離開 因為涉嫌在市長任內周會 三度開機押亭 在11號傍晚5點57分 遭到收押禁見 桃園地院也揭露收押原因 首先法官認定鄭文燦有逃亡可能 因為他具有相當政商人脈及資歷 很有可能借此逃亡 加上他又否認犯行 有躲避罪責的動機 再來是法官認為他有串政嫌疑 關鍵就是因為鄭文燦在7月4號 從日本一回國 5號凌晨6點就被調查局幹員 送往桃園地檢偵訊 但在這之前 他還把握時間用來傳訊息 給還在海基會上班的私信秘書 內容就跟應訊時 答辯方向相同 可見他在應訊之前 就已經有管道得知 檢察官偵辦內容 擬妥答辯方向 調查官監聽時 還聽到鄭文燦的共犯說 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監聽 順便問候線上朋友 回顧鄭文燦一週內 報到院檢時間點 7月6號他第一次遭檢方生押 500萬交保露出燦效 檢方當庭抗告 7月8號檢方遞交正正 高院撤銷裁定 7月9號二度開機押停 1200萬交保 檢方再抗告 7月10號高院發回耕材 檢變三度攻防 鄭文燦最後在11號收押禁件 陳律師是來訂抗告狀的嗎 但失去自由的鄭文燦 他的律師陳永來 也在晚間九點壓線 提出抗告 不過法界表示 這回要是高院撤銷員處分 發回桃院 將再度陷入 更裁抗告循環 若高院裁定抗告駁回 押在看守所的鄭文燦 無法再抗告 目前高院已經分案 而與鄭文燦 卷入貪污案 背後關鍵的高齡88歲 台宿前總經理楊兆林 在6月初以1000萬交保 檢方也抗告成功 將在12號上午10點半 召開擠壓庭 鄭文燦涉探案 檢院雙方三度激戰之後 最後裁定擠壓禁件 而高等法院 在發回更裁的新聞稿當中 也提到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因為鄭文燦 有串政疑律 涉嫌貪污洗錢泄密 鄭文燦淪落被勾遭押 高院二度發回更裁 就提到鄭文燦 政商關係綿密 人際往來廣闊 具有極高政治地位 以及社會影響力 直指裁定嬌寶的 定院法官 顯然忽略鄭文燦的 實質影響 這次第三度激壓庭 壓了鄭文燦 也曝光鄭文燦的影響力 到底有多大 鄭文燦被發現 5號開庭前 將答辯方向傳訊給秘書 等同早已知悉 偵辦內容 但怎麼會知道 陶檢中可能就有 鄭文燦的人嘛 不只桃園地檢 連調查局鄭文燦也很有辦法 攤開法院新聞稿提到 廖家父子知道自己被監聽 曾說出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等同調查局疑似也洩密 7月6號第一次開機壓庭 裁定500萬交保 主因是同案被告幾乎都被壓 所以排除鄭文燦串政可能 7月9號二度開機壓庭 裁定1200萬元交保 考量鄭文燦政商地位 用交保就能代替收押 每次交保都有理由 鄭文燦1998年當選議員 後續曾任行政院新聞局長 桃園市長 行政院副院長 以及海基會董事長 人脈廣闊 各界都有好朋友 誰幫忙 誰串政 誰洩密 這場風暴只會越來越大 東三軍的盧品 有一個體驗特別報道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收押看守所 隔天一早委任律師陳永來 就來律見1.5小時 結束後透露鄭文燦都很好 心情怎麼樣 收拾牌 收拾牌 布置律師還有男子 戴帽子口罩低調來送書 我說我去買好了 我們來做點 塑膠袋裡面放了三本書 分別是從黎明到摔腿 課綱中的台灣史 和民主在美國 監索人員檢查後 把從黎明到摔腿 這本退回 男子又換了一本行精 早上8點半來到接見市 他手上提著一袋物品 裡面有三本書 還有三件T恤 接著這位民眾 再跑到合作販賣部 去購買給鄭文燦的日常用品 男子在福利社大採購 買了兩倍和其他物品 要給鄭文燦 甚至超過2000元上限 因此有些東西還被取消 是親友傳還是支持者嗎 今天怎麼會想買 有帶什麼東西給鄭文燦 就連桃園市議員張兆良 也來看守所要送錢 但其實鄭文燦自己早有準備 然後他晚上他有準備 有買他的寢具 寢具包括了棉被 還有涼洗還有枕頭 他有帶一些慢性疾病藥進來 服用三天 鄭文燦第一天晚餐菜色包括滷雞翅 涼拌豆干炒空心菜 清蒸排骨湯 但他一口都沒吃 第二天早餐則是黑糖饅頭 水煮蛋 午餐有苦瓜香腸 攤開桃園看守所一周菜單 主食還會有香噴噴的炸雞排 和麻油雞丁 而鄭文燦原本收容編號為2350 結果曝光後看守所表示涉及各資 緊急更換編號改為不公布 也特地幫鄭文燦安排三位 涉案單純的室友 分別是詐欺和毒品 而且他收押禁見 昔日政壇要繳 現在只能在走廊放風 東森新聞 鄭文燦張仲華在桃園採訪不到 早餐 我們體驗2350的生活 來來來來 2350的生活 來喔來喔 早餐店女孩小心一早有夠酸 接在藍營的黨團大會上發早餐 你叫早餐店嗎 不是我家早餐店 但是我 但是我做過早餐店 所以我這個熟門熟路 黑糖饅頭配賣茶 聲稱要體驗正文燦 一早吃的2350風味餐 我是氣炸的 大多是氣炸的 因為氣炸的速度最快 然後等一下被他捏的部分 哈哈哈哈 藍尾大口咬饅頭脆的喔 鄭文燦收押禁見後 風波持續燒 藍營把握機會酸好酸賣 體驗一下沒有冷氣的生活 要怎麼過 這個鄭文燦就一句話 掰啦 對於他的政治發展 我個人是比較悲觀的 不認為他有什麼條件 再回桃園來選舉 藍營越是參笑 猛打鄭文燦 綠營越是不孝 逼自己發難 尤其福運黨這種重慣 被收押機後態度持續低調 我幫鄭文燦來做輸透嗎 過去一起打拼的同志 這個是對民進黨來講 第七壓 我比較第七壓的感覺 大家心情當然不會好 不能也不方便 對偵辦中的安切 表達任何的意見 那我期待 勿往勿走 對於內部持續第七壓 畢竟黨中央已經出手吃血 繼鄭文燦停權三年處分 如今鄭文燦的涉探案 重創綠營形象 也難怪台灣民進會董事長 尤瑩蓉形容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 Happy Hour 一經結束 董營選呂詩琪 聲音樂劉教 在台北採訪報導 隨便